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用豆腐和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做道 自从学会这样做,我家孩子再也不挑食了 首先准备一块嫩豆腐,先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一厘米左右的条 最后切成小方块 先放碗里面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往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慢慢倒进豆腐里面 再加入适量的温水 水位没过豆腐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半根胡萝卜,先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放碗里备用 准备一小把芹菜,将它切成小丁 再把它切碎一点,这样口感会更好 切好放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把芹菜,将它切成小丁 切好跟香菇放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把葱白切成末 切好放碗里面 葱叶切成葱花 放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块生姜,先切成姜片 再切成姜末 切好放小碗里备用 准备一块瘦肉,先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肉丁 切好放碗里备用 将会我们把豆腐鸡蛋放进蒸锅中 盖上盖子,开中火蒸10分钟 我们再另起一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下入姜末,葱白,爆香 爆香后下入肉丁翻炒 炒至肉丁断生,下入胡萝卜翻炒 香菇芹菜也加进来 将它们翻炒均匀 炒至胡萝卜断生以后加入一碗清碎煮开 煮开以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生盐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翻拌均匀 最后加入一碗水淀粉勾芡 煮至汤汁变得粘稠,像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这时候我们的鸡蛋豆腐也蒸熟了 打开看一下,看起来非常的鲜嫩 跟夹子把它取出来 再把刚才炒好的酱汁淋在豆腐上面 真的是太香了,看着都要流口水 最后撒点葱花,点缀增香 豆腐和鸡蛋这样做真的是太好吃了 鸡蛋的口感非常的鲜内 豆腐也是非常的内滑入味 里面还加了胡萝卜,香菇,芹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非常适合给老人和孩子吃 如果家里有挑食的小朋友强力推荐这个做法 营养解馋又好吃 吃了也不会上乎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